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在离海沿岸与黑海之宾 恐袭与空袭同时瞄准了俄罗斯 那么这两起袭击是发生在同一天 俄方称这绝非巧合 直接把猫头对准了美国和乌克兰 那么美国认为 俄罗斯认为美国正在对俄罗斯 发动一场混合战争 当地时间23号 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 马哈齐卡拉市吉尔宾特市多个场所 遭武装分子袭击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俄安全部队赶到后 与武装分子进行了激烈交火 击毙了6人 事件波及两座东正教教堂 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处警察哨所 俄方指出恐怖分子没有遮住自己的脸 他们武装精良 手中拿着带光学瞄准锯的步枪 达吉斯坦已宣布进入反恐行动状态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 很明显犯罪分子的行为并不是自发的 这次恐怖袭击是由国外策划和协调的 будут проводиться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оперативно-розыскные и 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до выявления все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их спящих ячеек которы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дготовливались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из-за рубежа тщательно спланированы из-за рубежа нашими врагами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ны ими и рассчитаны именно на то, чтобы посеять раздор в этом их план и мы все время должны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не име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ражения из-за противника счит любые способы взорвать наше общество изнутри 同样是在23号 俄国防部通报 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遭到乌克兰导弹袋袭击 造成至少4人死亡 包括2名儿童 另有153人受伤 包括27名儿童 其中82人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从俄罗斯国家台公布的视频来看 悲剧发生在乌奇库耶夫卡海滩 前一分钟 人们还在享受海滩日光遇 后一分钟 导弹袭来 人们从沙滩奔跑逃离 一些人被抬到堂椅上 俄国防部23号通报 乌方当天向塞瓦斯托波尔市 发射了配备极数弹头的 5枚陆军战术导弹 4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第5枚导弹弹头在空中爆炸 造成众多平民伤亡 据俄媒披露 袭击发生时 一架美军全球鹦鹉人机 出现在克里米亚东南的黑海上空 引导导弹对萨瓦斯托波尔发动攻击 可以看到乌奇库耶夫卡海滩 仍处于关闭状态 爆炸技术人员和排雷人员 已经对海岸进行了调查 目前主要工作在海中进行 海滩上随处可见这起可怕悲剧的证据 人们躲避轰炸的地方被各种器具掩盖 就在那里人们得到了紧急救援 海滩上留下了弹坑 弹药就在这里爆炸 并散落了数百个小碎片在周围 这里的长凳受损 沿着石壁有数以百计的碎片痕迹 这些碎片也在离这里 只有几米的各种器具上留下痕迹 俄方称 海滩附近的海里可能仍有未爆炸的急速炸弹 潜水员正在海里作业 在炮击发生后的最初几秒钟内 岸边的游客和咖啡馆的工作人员就自发前来帮助受伤的人 同一天发生两起悲剧事件 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在俄罗斯蔓延 愤怒主要来源于乌克兰使用的是 由美国提供的带有极数弹头的陆军战术导弹 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方专家依据美国卫星的信息 设定导弹的飞行参数 美国对该起袭击负有主要责任 24日俄罗斯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黑海港口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一事召见美国驻俄大使 克里姆林公警告美国与乌克兰当局应承担同等责任 据报道 美国初期向乌克兰提供了基本型陆军战术导弹 其最大射程165公里 采用惯性制导 使用极数战斗部弥补精度的不足 而改进型陆军战术导弹最大射程达到300公里 使用GPS加惯性制导 精度进一步提升 首先,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weapons have been suppl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se ATTACOMs missiles have only been in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armed forces with regards to direct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分析认为,美国逐渐取消原污武器使用限制 小烟开始在俄南部地区蔓延,目标范围在扩大 那首先,达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事件 确实表明俄罗斯南部的非传统安全的压力仍然很大 特别是在3月份的莫斯科恐袭事件发生后 再次出现恐怖袭击 让俄罗斯社会严重的怀疑 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关联 担心这是有目的的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切尔就是在克里米亚的空袭事件 其中就有美国的影子 因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对空袭事件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预计将会引发俄罗斯一系列的外交上的军事上的报复 总之,两次的袭击事件说明 俄乌冲突的风险正在向俄罗斯社会漫现 冲突的范围正在从乌东地区扩散至俄罗斯控制的一些地区 其二就是战争 可能会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散 那么俄与西方这样博弈可能会愈加紧张 愈加激烈 针对朝俄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韩国总统尹锡悦再次发声下令加强警惕 对朝俄加强防务关系做好充分准备 与此同时韩国的拥和论调再次抬头 지난주에는 우크라이나 전쟁을 일으킨 러시아와 포괄적 전략적 동반자 관계에 관한 조약을 맺고 UN 안보리 결의를 정면으로 위반하는 군사 경제적 협력 강화 이스라 마저 약속했습니다 역사의 진보의 역행하는 시대의 차고적 행동이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作为遏制朝鮮威胁的联合努力的一部分 AC-130J 是从C-130J运输机改装而来 安装了一系列的传感器和武器 其主要任务包括近距离空中支援 空中拦截和武装侦察 幽灵騎士可以装备30毫米和105毫米口径火炮 并发射精确制导武器 한국은행에 관한 조약을 통해 기능력을 통해 기능력이 약 30분 이것은 세계에서의 전체력을 통해 이것을 통해 기능력을 통해 빠르게 기능력을 통해 이것은 핵핵의 전체력을 통해 이것은 핵핵의 전체력을 통해 한국은행에 관한 조약을 통해 이것은 AC-130J-U0 기술을 第二次被部署到韩国 其首次部署 是在去年3月 参加实弹演習 此外 美国核动力航母 西澳多罗斯福号 22日抵达韩国釜山 준비参加本月底 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任联合军演 据朝中社6月24日报道 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 24日发表谈话 强烈谴责美韩的挑衅行动 据报道 金刚日表示 美国西澳多罗斯福号 核动力航母打击群 22日驶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 这是美国不计后果的选择和行动 金刚日强调 针对美韩的挑衅企图 朝鲜完全不排除 所有新的压倒性 遏制力示威的可能性 朝鲜全面战略火关关系 条约的签署 尤其是其中关于 当一方受到外部侵略时 另一方需要提供援助的规定 引发了韩国对于 所谓朝鲜安全威胁的 新一轮的担忧 在朝鲜调整 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的定位 明确朝韩敌对国家关系的 定性的背景下 韩方也担心 朝鲜在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承诺之后 对韩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强硬 挑衅行动会增多 并且朝俄军事合作 也可能进一步提升 朝鲜的核岛能力 从而可能给韩国国家安全 带来新的威胁 与此同时 韩国核武装论再次抬头 韩国国情院下属的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 日前发布一份报告 指出韩国政府应当探讨 包括自行拥和在内的 应对朝核的多元化选项 特朗普が改善 美国的 확장欧阶が 压化できるわけで 韩国は 自行拥战問題を 考慮하고 公論할必要が 있습니다 2023年初 尹熙悦曾不止一次 提到韩国可能研制 和部署自己的战术和武器 并表示凭借韩国的科学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以很快拥有核武器 当年4月 尹熙悦訪美 韩美两国签署 华盛顿宣言 宣言写入了一系列 加强所谓 对朝延伸威慑的内容 韩国国内的 自行核武装论声浪 由此渐渐平息 近期 韩国的核武装论 又再度抬头 有分析认为 地约国和联合国安理会 也有声音认为 韩国至少应当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内 像日本一样 拥有核燃料再处理能力 确保在短期内 制造核武器的潜力 但美国曾对此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尽管韩国担心 现行延伸威慑不够 美国方面仍然表示 除了目前美国向韩国 提供的延伸威慑外 没有必要采取追加措施 那么最近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 朝俄关系走近 那么强化国防安全领域的合作 外界也认为 俄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 可能出现松动和变化 那么这就引发了 韩国国内保守派的担忧 认为要有效对抗朝鲜的 所谓核岛威胁 现在单纯靠依靠美国的 核保护伞和延伸核 已经不足以维护 韩国的国家安全 但韩国这种拥和的论调 短期内还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方面是因为 韩国国内还缺乏民意的共识 尽管有民调显示 超过半数的韩国民众 赞成自主发展核武器 但一旦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行动 势必会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 使韩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 那么另一方面 外部环境也不支持韩国拥和 因为这首先受到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等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严格约束 而中美俄等有何国家 也会一致的反对 日本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首相岸田文雄所领导内阁的 民意支持率跌至17% 面对持续低迷的支持率 不仅在野党阵营 要求岸田下台 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部 也出现了同样呼声 日本每日新闻就岸田内阁支持率 23号发布的结果显示 仅有17%的受访者支持岸田内阁 较上月调查下降三个百分点 岸田内阁的不支持率为77% 较上月调查增加三个百分点 而日本电视新闻网和独卖新闻 21号到23号进行的民调中 表示支持岸田内阁的受访者 仅占23% 较5月份的调查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刷新政权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在日本政坛 内阁支持率低于30% 被舆论视为进入危险水域 若进一步跌破20% 则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 在调查中 78%的受访者不认为岸田文雄 在围绕政治资金的一系列问题上 发挥了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领导能力 多数受访者不希望岸田连任首相 面对惨淡的支持率 不仅在野党阵营要求岸田下台 自由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同样呼声 23号 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在一档电视节目上 批评岸田文雄 因为自民党派罚的黑金事件 失去民众信任 共同社评论指出 菅义伟此次发言是事实上要求岸田下台 此外国会众议员 自民党派罚 茂木派成员东国干22号 在北海道一场 自民党会议上公开表示 希望岸田不再参选党总裁 自民党另一派罚麻生派成员 斋藤杨明也敦措岸田下台 称必须有人为当前状况承担责任 去年年底以来 自民党因爆出黑金等丑闻 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 有评论称 岸田下台论不绝于耳 后岸田争夺战已出现端倪 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今年9月举行 如果届时自民党换帅 那么日本首相也将易主 日本电视新闻网和独卖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 当被问及谁最适合担任下一任自民党总裁时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以23%的支持率位居第一 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 以15%的支持率位居第二 面对质疑 16号岸田本人拒绝了在野党提出的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的动议 表示必须履行作为自民党总裁的责任 重铸公众对政治的信任 韩国京畿道华城市一座电池制造企业工厂24号发生严重火灾 韩方表示此次事故已造成23人遇难 根据个人物品等初步判断 有17名中国公民遇难 当地时间24号上午10点31分 位于首尔以南 约45公里的韩国京畿道华城 发生一起重大电池场火灾事故 据韩联社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6月25号 事故死亡人数升至23人 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工人 韩方表示 根据个人物品等初步判断 有17名中国公民 确切人数还需进一步确认 6月24号深夜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 赶赴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电池工厂火灾现场 实地了解事故情况 搜救进展 善后安排 并听取韩政府和消防部门有关介绍 据韩方通报 火灾发生在该锂电池工厂第三栋楼的第二层 这里负责验收和包装成品锂电池 当时有52名员工正在二层作业 其中有20多人未能及时逃脱 2층에서 대피했던 관계자에 의하면 배터리 셀 하나에서 폭발적으로 연소가 시작되었다고 증언하고 있습니다 韩連社 韩国总统尹西月 只是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和消防厅长 调动一切可用的人力和装备 全力以赴进行搜救 报道称 由于电池连续爆炸 无法进入现场 韩国消防部门在下午15点10分左右 才控制住大火 并进入建筑物内部开展搜救工作 韩国总统尹熙月24号晚 前往火灾现场查看 并向事故中的遇难者 其家属表示哀悼 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据法新社介绍 被广泛用于笔记本电脑 和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 具有很高的爆炸风险 因此航空公司在涉及检查 含锂电池物品的规定上非常严格 锂电池燃烧时的温度很高 蔓延速度很快 且很难用常规方式控制火情 韩民族日报说 锂电池火灾最大的问题 就是热失控现象 即使初期火焰被清除 热度也会引起附近其他电池的热失控 从而引发连锁反应 中国政府对于火灾造成中方人员 重大伤亡高度重视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全力开展事故的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 中方已经要求韩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全力救治伤员 做好善后处理 并为中国伤亡人员家属提供协助 对于火灾的具体原因和伤亡情况 韩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和确认之中 我们对于在事故中不幸遇难的人员 深表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感谢观看